據以色列警方說一名槍手星期二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個定居點入口處開槍殺死三名保安人員 有關官員說這宗槍擊事件是在哈爾阿達爾定居點發生,還有一名以色列軍人受傷 警方發現人說襲擊者夾襲在巴勒斯坦勞工的隊伍當中進入檢查站,然後開槍 槍手被其他保安人員當場擊斃